伙伴们你们知道迷你世界中的隐藏模式吗 那里非常残忍 如果你是新手千万不要尝试 在迷你世界中如果我们想创建一个新地图 伙伴们我们需要点一下创建新世界对吧 在新世界中 一个卡卡它代表着冒险模式 另外一个是熊孩子 它代表的是创造模式 有小伙伴告诉我说迷你世界只有两个模式 伙伴们错 其实还有一个模式 它是迷你世界中的隐藏模式 伙伴们如果你只玩过迷你世界中的这两个模式 那么请点一个在 其实在游戏中还隐藏着一个 非常残忍的模式伙伴们 如果你没有玩过 你千万不要去玩 众所周知伙伴们 我们现在玩的模式它非常善良对吧 你们看它对我们非常友好 如果我们在游戏中狗蛋了伙伴们 老办方会给我们一个提示 让我们选择我们可以重新尝试 或者浪费一个心情 我们选择复活对吧 我们继续出现在这个生存中 可以继续探险对不对 而在迷你世界中的隐藏模式伙伴们 我们点一下右上角的成人选一下 极限模式伙伴们在这里面 我们掉进去 你们看 我们在这里只有一条生命 并且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我们在这里 如果我们狗蛋了 伙伴们你们看 我们狗蛋之后 老怪方不让我们复活 所以你们知道了吧 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模式 它就是迷你世界中的极限模式 你们知道了吧 我们下期再见